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一旦我们没有吹冷气吹电风扇 就会觉得全身黏梯梯 那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让我们解暑热 又不会伤到身体还能顾健康呢 气温上升不只是在办公室吹一整天冷气 晚上回家又会吹着电扇冷气睡觉 许多有过敏性鼻炎体质的民众 经常是一觉醒来明显出现鼻塞 打喷嚏 流鼻水的症状 部分气喘控制不良的患者 有时会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咳嗽不止 甚至气喘发作 拥有中西医执照 本身也有异味性皮肤炎 过敏性鼻炎 气喘体质的杨贤红医师 也有分享过夏日健康消暑的关键养生之道哟 最近杨医师在中医的过敏门诊 天天都会被就诊民众问到的问题就是吹冷气 因为过敏性体质的患者晚上不建议吹冷气或是电风扇睡觉 但是天气这么炎热就算只是开一个小时的冷气帮助入睡 等到睡到半夜时也很容易就被室内的气温给热醒 一夜冷气开开关关不止麻烦也容易睡睡心醒 无法一夜好眠 那为什么中医师会建议晚上十二点入睡后不再开冷气或吹电风扇呢 主要原因是中医的观点认为人在睡觉时皮肤毛孔是打开的 寒冷邪气最容易侵入人体 在遇到寒冷的空气最容易生病感冒过敏发作 而西医的观点是凌晨四点的时候 人体的肾上腺素特别低 身体的基础体温也低 是一天之中免疫力最低落的时候 这也是控制不好的气喘患者 最容易在凌晨四点发作的主要原因 要特别注意保暖不宜过冷 但是这么热的天不堪冷气怎么受得了呢 那我们下段节目继续告诉你哦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世界宝 下次见哦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